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释员龙凤 今天给大家带来8月1号的直播期间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又到了周一的Max Pay Monday 今天这张桌子挺多的新嘉宾 咱们来稍微认识一下 1号位的Rock 小胡子剔的也是很有个性 一位音乐人 那么2号位Jimmy 信用卡公司的大老板 也是有钱人来的 那么3号位的一位美女Sophia 狂野的职业Spa评委 这一桌子人有意思啊 这职业我怎么一个都没听过 紧接着4号位Shippets 来自墨西哥的艺术家 到目前为止好像一个会打牌的都没有 紧跟着5号位的Peter Recreational Booker Player 业余扑克玩家 这不就是我吗 6号位的Sia咱不用介绍了 周一的长客啊 Sia的实力向来毋庸置疑啊 财帽双全 好 身后的Nate Hill 一位不务正业的职业游戏卡 来自银河旗舰Face战队 好 那么 这是谁啊 DJF 不过很可惜啊 他的老冤家DK今天并没有来 没有DK加持 今晚DJF不知道是否能赢钱 最后一位嘉宾 红Eddie 他这个YM Capital 鬼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建议Hustler给出的个人介绍啊 稍微详细一点啊 有的时候啊 是真的搞不明白啊 这哥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好 嘉宾介绍完了 咱们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拍 CIA牵口加三位 拿到一手四五方块 先手加住到了一百 DJF一手烂牌跟住啊 还有 Red Eddie的一手A8红桃 在装位也跟了下来 翻牌A492三张方块 CIA直接拿到了一手天童花 和一个 后门的童花顺的听牌啊 翻后CIA打出两百 有A4的小哥轻松跟住 Turn上一张红桃K 这手牌估计要被CIA连续拿上 几条接的价值了 Flop打得比较轻 Turn上CIA就发力了 830刀的P CIA打出了700 他想打的 尽量让对手认为啊 自己是一张方块啊 Eddie并没有着急跟住 他想要搞清楚啊 对手到底是在偷 还是在抢 这个盖牌有点nice CIA也是摇了摇头 来看这一手牌 CIA小美女呢 4-6黑桃 加住到了120 身后的Nate Hill A4不同色选择了跟住 还有Jimmy的70不同色 小猫位也跟了下来 翻牌37K CIA的铜花这又要来了吗 又是一手铜花顺的听牌 翻后CIA下住半尺 Jimmy中7并没有走 转牌红套6 CIA拿到了摊牌价值 面对对手的过牌 非常适合再开上一枪啊 很有可能直接结束战斗了 这手牌和上一手牌的节奏啊 简直完全是一模一样啊 又打上700 不过这回的对手 好像没有刚才那么怂啊 即便知道CIA有可能拿着一张K 他也没走 最终合牌是一张黑桃K CIA再次拿到铜花 来吧 直接打出一个超池啊 让对手来抓就好了 不过这第三张黑桃 其实还是挺劝退的 CIA打出2000 这哥们是干嘛的来着 信用卡公司的老板啊 到底是设计信用卡的 还是造信用卡的 无论是干什么的 都是有钱人啊 手上的劳力士出卖了他 最终Jimmy选择了跟住 他并不认为CIA有K啊 也没看到这第三张黑桃 来看这手牌 Nateo一对七起斗喷 230刀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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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胡子哥啊 拿到一手口袋S啊 仅仅三败到了520 打这么轻啊 是发型的问题吗 怎么感觉这哥们虽然身强体壮呢 但是怎么感觉好像是有点娘呢 霸气的体型啊 感觉有点透露着优雅 Flop的三八钩三张方块啊 Rock拿着这么强的牌翻后并没有下注 转牌再掉一张八 还不打 Rock竟然还不打 合牌 好家伙 现在单八单钩成葫芦 Rock连续三条节过牌 这是我见过最怂的一对S啊 没有之一啊 甚至Flop上拿着NAS花着挺牌 这哥们都不吓住啊 行了 Nateo合牌打出一千 偷驰 Rock自己笑了笑 这牌打的真的迷幻啊 Flop turn上随便开两枪啊 都结束了 Roy Pooker说的没错啊 这哥们肯定是想多了 这牌真的如果不是一个snap call 那就剩一个for了 看第一次露面的牌手打牌 就是这点乐趣啊 看他到底是个什么风格 这哥们也太紧了吧 接着来看这手牌 Jimmy圈八不同色 Limp入持 美女Saphia 七四不同色 同样选择了Limpin 翻前没有人加注 哇 这个Flop 对于美女来讲啊 非常的优秀啊 直接给到他一个名三条 没人打 Turn上一张圈 Jimmy还有Shippet 全部都拿到顶对啊 Jimmy打出110刀 Saphia跟住之后呢 Shippet反加到了500 可以的 留下了一个倒霉鬼啊 Saphia可以轻松的拿价值了 转牌跟住啊 盒牌再开一枪 打出个800 Shippet应该不会盖牌啊 What 美女真是忘了下注 还是想让对手 在盒牌去偷驰啊 可能他觉得对手手里 或许是两张黑桃 或者两张红桃啊 所以才会在蹭上 加注那么大 单看这一手牌 没法判断美女合牌的过牌啊 究竟是为何 来看这手牌 Sia A7方块 加注到了120 美女Saphia圈钩 再抓位300 到了540 最终Sia跟下来 有位置优势 而Jimmy这边 三四草花大盲卫 也选择了跟住 胜算方面 Saphia的圈钩啊 略微领先呢 翻牌 788两张草花 Jimmy拿到铜花听牌 一个小铜花听牌 Saphia 这只有后门的顺子啊 可以去追啊 而Sia美女呢 可以去追后门的一张S 或者是一张方块 Saphia翻后继续打 这一枪很轻 1700的坡 只打出了400 Sia继续跟了下来 Jimmy不用说啊 直接加注都是OK的 不过他并没有打 参认上一张方块K 这手牌跟Saphia没什么关系了 而Sia肯定是要合牌件了 Jimmy先手过牌 攻对面 Sia会去打上一枪吗 Saphia在想什么 有K的牌面 Saphia真是想去偷啊 她想去演一张K 或者是一张8 甚至是什么 骑手的七八葫芦这种牌啊 无论她想演什么 这都给到Sia一个 非常糟糕的赔力 而Sia很难读出 自己目前领先啊 这肯定是觉得自己是落后的 这要是盖牌就可惜了 面对对手 忽然放出的冷枪啊 Sia做了一个长思考啊 她在想自己到底是要推回来 还是要盖牌呢 最终Sia走了 很可惜啊 不过Jimmy并没有走 哎呦呦呜 这盒牌 哎呀 Sia已经在后悔自己的盖牌了 而且还看到了某个对手的一个O-in 哎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这是个攻对面啊 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看到一个O-in啊 你也不知道对手是否会拿到葫芦啊 什么拳8呀 K8这样的牌啊 都有可能啊 而Saphia盒牌拿到了摊牌价值 但是面对对手的O-in 他也犹豫了 这手充满戏剧性的牌啊 Turn上Saphia一手bluff 打掉了Sia一手强牌 结果合牌却被对手反bluff 而他似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啊 Jimmy这个坏人啊 来看这一手牌啊 装却的美女Saphia拿到了一对8 加注到了600 Sia石钩黑桃跟住 DJFA7黑桃跟住 这翻后要是发黑桃啊 又是一手冤家牌啊 四人池 Jimmy的A4也没走 翻牌圈K6 黑桃只有一张 flop上给到Sia一个双头顺的挺牌啊 翻前是谁的加注来着 Saphia拿着一对8 在flop上并没有打 特上第二张K 还是过牌过牌啊 全部都过牌 特上也没人打 最终合牌那一张黑桃5 一对8竟然领先到了最后啊 牌面也是躲得很开啊 谁都没能够中牌 但既然没人打 那就总有人会站出来啊 想去独吞底持啊 DJF就是这个人啊 这一枪可重啊 2500的坡啊 这是拿了几颗绿色的筹码啊 2500的坡打出了5200刀 Saphia这个轻描淡写的表情 想想再做决定啊 Saphia说 你这枪打的吧 你要是打再大点啊 我会跟住的 这打的还不够大吗 2500的坡已经推出了一个双倍的超池了 其实你想一想啊 有圈的人呢 有摊牌价值 合牌应该不会这样下注 有K的人呢 希望去拿价值啊 更不会这样下注啊 很明显 DJF要么就是一手真正的什么圈K的葫芦 要么就根本就没圈没K啊 最终Saphia还是盖掉了自己的一对八 底池被DJF偷了下来 Good phone DJF又没说实话 继续来看这手牌啊 Eddie拿着一对圈 面对DJF做了三败 这手牌DJF有位置优势啊 K勾草花 一手还不错的入池牌啊 后手选择跟住 翻牌 二钩四 DJF拿到顶对 这要被一对圈拿架值了 而这个时候 Eddie竟然推出low in 这是什么套路啊 DJF拿着顶对大踢脚 这打法倒是很简单直接啊 甚至比老DK都在猛啊 但是如果真的想这么打圈圈的话 我是觉得啊 翻前是不是拎不住持更好一点啊 三败入持的话 会让DJF啊 有所警惕啊 什么圈圈KK这种牌啊 都是有可能的 甚至AA对吧 而且考虑到对手拿着A勾推油印的概率啊 应该也很低啊 什么牌能推油印呢 赛特二赛特四 或者最差呢 也是一手二四 DJF问的也很直接啊 你之前在打锦标赛的时候 你会拿着一个超队直接推油印吗 艾迪说 哎呦 那我还真没注意啊 喝口酒 还是选择了盖牌 DJF盖的是正确的 最终艾迪还是比较友好啊 让DJF看了自己的牌 继续来看这手牌啊 Rock装卫拿到了AKCUT 先手选择了Limp入池啊 而Peter这边用一手50啊 做的300啊 DJF口袋酒跟住 紧跟着他没想到啊 紧了一晚上的Rock 竟然反手推出了欧印 6660刀 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 DJF还在思考 自己要是撞到了一对K一对S 怎么办啊 不过他最终还是跟了下来 如果他知道对手是AK啊 这会儿他可以松松心了 哇哦 行了 对手是不是AK已经不重要了 自己几乎是输不了了 Flop上中赛 TURN上中葫芦 14290刀的破 果然DK不在 DJF是真的能够赢钱的呀 我记得DJF好像真的没在牌桌上赢过几回啊 看来DK真的是有个光环笼罩着DJF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看DK打牌一点 来看这一手牌 Rock再拿到一对K 小猫卫加注到了610刀 Nateo一对6还在位跟住 这是一个三人池啊 来看翻牌 三六圈 Nateo运气不错 Flop上中赛了 而Rock的超队呢 可以肆无忌惮的开枪 但不得不说 这哥们儿打牌也推紧了呀 Flop上并没有下注 这上看到第三张方块啊 才预感到危险啊 赶紧打一枪啊 Nateo反手call下来 合牌 不是方块就行啊 我靠 不但是方块 竟然还是一张K Rock直接拿到后门的SAT Nateo今晚这究竟是怎么了呀 小帅今天晚上输了一个晚上啊 一手牌好像都没赢过 不过好在是一张方块啊 两人互相都有所忌惮 毕竟是SAT不是Full House啊 最终底持呢3750刀 好在这个大逆转啊 没有让小帅输太多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手牌 DJF圈八黑桃 三败到了1420刀 Shippet74方块 小王位跟住 翻牌679 DJF拿到了一手非常不错的起手牌啊 直接一个花顺双抽 Shippet中七 先手check 这手牌 DJF基本上连续进攻啊 应该是可以打掉一对七的 三千三百刀的底持 DJF打出一千五百 哇哦 真凶啊 这哥们儿 这是我见过打得最猛的一对七啊 面对DJF半池的下注 和翻前的三败啊 这直接就推了 我这 一万七千八百刀的大底持啊 瞬间就产生了 别忘了 这可是一个十刀二十刀的牌桌啊 一个底持直接是上千个大忙了 Shippet并没有亮牌 DJF还不知道对手拿了什么牌啊 反正无论是什么牌啊 DJF都有很大的反超空间 站上一张方块六 躲开黑桃 躲开一张 哎呀 没躲开啊 最终DJF还是做成了顺子 这一对七打的是真拼啊 老哥 今晚DJF真的是赢麻了呀 真是DK不在 DJF的春天啊 就来了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Shippet用一手K勾不同色啊 在枪口位直接推出low in 而小帅呢 手拿着一对五 最终他选择了跟注 今天晚上 反正到目前为止啊 我几乎没看小帅赢过牌 让他赢一回吧 一对五对上K勾两高张 那么超过五成的胜算 翻牌 服了 Net Hill可是这张牌桌上的长胜将军啊 这么惨吗 看上一张六合牌 不得不说这人啊 倒起没来啊 是怎么打他都赢不了啊 拿什么牌都输啊 行吧 这张牌桌呢 少了DK啊 真的少了很多味道啊 那些刺激的买顺子啊 反转啊 什么的 DK不在 几乎是看不到了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张牌桌的战斗啊 就暂且告一段落了 咱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 微配不住持络 DJF高达62% 而且他竟然还能赢牌啊 Jimmy50% 那么翻前的加助力呢 Sophia19 CIA18 Nateo18 最终的盈利榜 DJF今天竟然盈利 两万一千刀啊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Nateo水下一万 Jimmy水下一万七 CIA今天竟然也水下了 2150刀 好 那么这周一的战斗呢 暂且告一段落了 如果还想看美女们 还想看CIA打牌的话 咱们下周见